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事实真如美国评价的那样吗 事实上 随着技术的进步 压抑布局对隐身性的影响微乎其微 而且还具备很强的超音速和机动性 美国落袋机的最新方案中就出现了压抑式布局 让人感叹原来美国也有跟着中国走的时候啊 除此之外 还有一款战机也增加了压抑式设计 前段时间在印度的航展上 印度斯坦公司展出了一款光辉战机模型 最大的亮点是这款光辉MK2战机 在原本五尾三角翼布局上加张了一对压抑 之前就有网友称 现在压抑加五尾三角翼设计是趋势 印度人能这么超 怎么不给光辉战机加一个呢 现在看来 不是不超 只是时间未到 毕竟光辉战机的研发时间也有三十多年了 五尾三角翼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之前 瑞典萨博 法国达索公司 也在五尾三角翼加上了压抑式布局 据分析 之所以借鉴压抑布局 除了印度人追赶的心里外 还和印度有渊源的打扫公司有很大关系 印度要想在气动布局上大改 肯定会花很长时间 而法国打扫公司会是个好帮手 印度退役空军少将巴哈杜尔表示 光辉战机媲美同级别战机 不少印度人认为 光辉MT-2战机 直面指标比中国歼10战机要好 不过这个观点遭到部分印度人的反对 两款战机没可比性 歼10各项指标完胜 光辉战机就是战斗机中的垃圾 有意思的是 光辉战机还借鉴了骁龙战机 给飞机加上了评委 对印度来说 理想很丰满 但现实是骨感的 什么时候造出来还不知道 对印度来说 理想很丰满